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研究了更多的预言 脑袋里的东西也更多了 对于以前的观点 就像初中生和小学时写的一些文章 总是想手欠做一下实就改 那我们这边就来重新看一下黄薄禅诗诗的预言 顺便回答一些网友关于这条预言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一年前我们解这个预言的时候 说了一下 这个黄薄禅诗诗是以中华民国为主体的预言 这个是不变的 看起来这条预言确实是为中华民国量身定做 这条预言讲民国的事情 要远比讲中共国的事情详细的多 中共的事情好像在衬托民国一样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这首诗 争议最大的就是时间点问题 一般情况下 被公认的真预言是不会预测具体时间点的 像推背图 预言就是个例子 出现可能是时间点的文字就几处 一个是推背图第43项的黑兔走入青龙穴 黑兔是鬼卯年 青龙是甲晨年 那么如果把这些看成是年份的话 最近的就是2023年的黑兔年 2024年的青龙年 第43项提到的这个年份 最有可能是在说2023年底到2024年初这段时间 除了这个年份之外 在后面第48项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 毛五之间 如果这也是年份的话 毛年应该是兔年 五年应该是马年 但是这到底是个具体的什么时候呢 会不会是第43项60年之后 再出现的情况呢 这也有可能 除了这两项之外 推背图中就再也没有具体的时间点的描述了 尤其令人奇怪的是 推背图已经发生的项也没有时间点的描述 按我们之前分析 推背图应该是在清末民初的大显的预言 脱名的是袁天刚与李淳峰而作 所以在描述唐宋袁明清情况的时候 是可以把具体年份写进去的 但是这位作者却没有把这些具体年份写进去 而偏偏写了第43项的年份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一年是最非比寻常的一年吗 这点上我们留着之后的节目 再慢慢探讨 我们回到黄博禅师师来 逐个分析一下黄博禅师师的具体年份的八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就往里代入看一下所谓的年份 第一首我们直奔主题 清源相遇叛兴亡 这一首里面说的是1644年的清侯年 是崇祯皇帝朱友简梅山上吊的一年 黄博禅师师中的诗句 清源相遇叛兴亡 意思是到了清侯年那年之后 兴亡就判定出来了 崇祯皇帝自义之后 明朝真正的走向了灭亡 继续看第二首 黑虎当头运济康 黑虎年这里说的是1662年 康熙皇帝登基的那一年 第二首也是主要在说康熙时期 中国的国运昌盛的情况 第三首我们看一下 白虎皆逢岁一周 这里白虎按照年代 应该是1710年和1770年两个年份 而第三首描述的是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1722年接康熙做皇帝 1735年驾崩 和两个白虎年都没有关系 而要说虎年1722年 其实是虎年 雍正死的时候是1735年 岁一周 意思是过了一周零一年的意思 而这个第三个白虎并没有具体年份 这里出现了一个年份不准确的情况 我们再往后看 第五首诗中提到了赤龙年 嘉庆皇帝做皇帝的年份 应该是1796年 这一年正好是赤龙年 做了24年皇帝死的时候也是龙年 所以提到了龙来龙去不丰蛇 第六首提到白蛇年 1821年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道光接任皇帝 是在1820年的9月份 也是龙年 并非是1821年的蛇年 第七首 咸丰皇帝 没有提到颜色的年份 第八首 同治皇帝的也没有 第九首是光绪和宣统 提到了黄元年 1908年 光绪皇帝 驾崩在黄元年年份 第十首 这里又提到了白虎年 1908年之后的白虎年 是1950年 那么这个年份 有没有问题呢 从他诗中三分天下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在说汪精卫政府成立 中国分为日委政府 民国和中共国三足鼎立的态势 所以这个白虎年怎么说也是对不上的 目前已经有两个白虎对不上了 我们再往后看 后面一首出现宏基年 宏基年是1897年 1957年 2017年 而1945年 日军投降的鸡 并非是红鸡 而是清鸡年 如果说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清鸡题后 鬼声仇在对 这么一来 年份全乱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这边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 那就是预言者算错年份了 他把这场八年大乱结束的时间 算在了1957年 红鸡年 如果这么算的话 白虎年正好就是1950年 白虎和红鸡对应就是1950年到1957年 这两个年份 七载留一线 中华民国经过三足鼎立的七年战乱 上流存下来 所以说黄博禅师师的预言 对于日军侵华八年抗战的情况 认为是七年时间 而开始的年份是1950年 结束的年份为1957年 而实际的情况 则是要提早了13年的时间 后面这首诗是没有时间点 纪统偏埃36 这个年份是相对年份 和去台湾之后的国民政府的情况 应该算的是对应上 蒋家在台湾两代36年时间 50年到86年 之后民进党成立 台湾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 纪统的情况到此为止 而境外血如泥 可以表示大陆这些年经历的 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 以及文革大量的人口死亡 所以血如泥 而到了第13首的时候 又出现了年份 赤鼠以及金蛇 按照正常的年份 应该是1996年和2049年两个时间点 但如果按照之前预测的情况来说 这个年份应该提前 那就是1983年和2036年两个时间点 我们这个来详细说一说 看看这首诗 赤鼠时同运不同 中原好景不为公 西方再现南军制 刚到金蛇运已中 抛去年份不看 时同运不同是什么意思 时间相同 运势不同 和谁相比呢 下一句告诉你 和过去相比 中原好景不为公 不再想中原的好景色了 那就是说 到了这一手的情况时 中华民国不再有反攻大陆的念头 西方再现南军制 出现一场不知名的军事行动 到了所谓2036年 中华民国终于走下了历史舞台 这是不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呢 我这边觉得是相对合理的 之前我们说过 黄埔禅师师主要说的是中华民国台湾 八年抗战之后 国共战争发生 海上金敖拖住民国 而36载之后 民国有所改变 时运变化了 大陆的美景已经在民国人心中淡化 到了金蛇年 这里可能是更早的年份的时候 民国终于成为历史 按照目前的形势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大 近年来 绿营势力在岛内经营的比蓝营兴旺 如果不是大陆的叫嚣威胁 台湾很可能早已成为独立国家 在未来大陆出现政权危机是大概率事件 一旦发生大事 分裂 内乱 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就将消除 台湾便可趁机宣布独立建国 成为联合国的议员 这点上 在14年后的2036年实现 有没有可能呢 我这边认为 可能性是极大的 很多网友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 说的最多的就是 台湾对于大陆已经没有兴趣了 这也反映出来 很多台湾民众的想法 那么大陆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看一下日本唐原文库版本 第14首的情况 推迁气运四难逃 游兴恩高四海刀 天下生平安乐久 尽秦人上窃同袍 这首诗在中国预言七种的版本上 是没有出现的 但是我这边觉得 这首诗非常重要 说出了两岸最后的结果 结成秦进之好 没有再发生冲突 虽然是同袍 但是已经是两个国家了 最巧妙的是 晋放在了秦的前面 我们知道成语应该是 秦进之好 那么进放在前面 说明了以谁为主的问题 进在东 秦在西 和大陆与台湾的地理位置 是相同的 如果把台湾看成是进 那么大陆就应该是秦 进秦同袍 说出了两岸地理位置的同时 也说出了黄薄禅师师 是在为民国台湾做预测的情况 好 本期的白鹿探寻 就为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